歡迎大家收聽《思途文進》的頻道 今天是9月11號星期日國際大旗局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按讚、訂閱和分享 建設性留言和按我們的小鐘 收到我們最新節目的通知 如果有心、有力的聽眾 也可以去expon.live那邊用四個QR Code課金的 今天文進都是休息 代班蔡小姐都是和台長做節目的 今天是911號台長 21周年轉眼間已經過了 是啊 很快 那天發生的時候歷歷在目 待會我們都會說 因為事實上是比較奇怪的 當然這個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他駕崩 連續這幾天大家都洗版了 都還在說 做那個頭條本身就不是問題 但是911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甚至可以說是影響了美國的21世紀的政治 但是今天 可能在我們的時間 都還沒有這個新聞去報道 那個的 所謂的週年 應該是21週年 那當然可能明天還會比較多一些 但是問題就是 剛才我去搜尋那些的新聞 事實上真的不多 你說是淡忘了 還是什麼呢 我覺得在美國的官方 他們事實上都不是太想高調去 再去提及這件事的 因為裡面有太多的 可以說是陰謀論 我們不想再勾起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都要做一下爬壓水了 我們在正式他們過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他們今晚應該是今晚 今晚的10點左右 他們就會有一些紀念活動 文說拜登就會去北極盤利亞洲 應該是五角大廈的總部做一個悼念的 那個事情 當然我們用一個歷史的角度去講 但是今天第一件事 我們都要講講有什麼很重要的新聞 香港這邊就沒有什麼重要的新聞了 一切東西都是依舊的 比如這個李啟燃 他現在出資就可以文說 可以脫離那個呼吸機 但是我相信在那個康復的過程裡面 現在仍然相當之遙遠的 另外就是那個天秤那裡 在安達神道那裡 那個家屬本身呢 因為這幾天就比較忙一點 就沒有提及到 其中一個工人他是喪生的 那他的妻子應該在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在大陸下來的 那他就患了第四這個月 末期的癌症 那就本身就 他說想託父那個丈夫照顧他一對子女的 那很幸運 丈夫就先他離世了 那他就非常傷心 還有覺得非常絕望 向記者說的那個情況 是啊 他也有說的 這些劇情連編劇都寫不出來 但是 歸根到底這個建築公司 或者是傷陷那個天證的那個公司 那要扶什麼站 大家其實很清楚的 因為如果我們再看一些相片 連下面那些螺絲都還沒有傷得緊的 那為什麼會放得上去呢 這個就 就只可以說一句 現在香港那個禮崩樂壞 很多事情 很多工程 其實都去到一個 就是不要說是跟大陸接軌 我相信可能比大陸更加差一點 如果新造那些 靠什麼頂住呢 靠一些老本 靠一些以前剩下的老本 另外就是何俊仁那裡 他雖然沒有保釋 但是他的律師牌 就似乎是釘了的了 但是律師會那邊 我又不明白 那你釘他牌就釘他牌 為什麼現在又說那些 就是一些不透露過人的資料呢 所以也有了 就是那個楊川那個繪本那裡 就是給小孩子看那個 判了牢 就十九個月 其實這些事情我都覺得 我自己也沒有什麼好好的評論 你罵他 那就只有一個罵字了 你改不改變那個情況呢 如果你說我再討論裡面那個言論自由那個問題 那其實我透過很多節目的 都是去觸及這個問題 我講來講的都是這個英國J.S.Mill 那個On Liberty 這邊的小冊子 那我再提一提 馬克思他提出這個無產階級專政 那接著就利用這個Term 很多人就做了很多這些剝奪自由的事情 那今天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去講這件事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去剝奪這個言論自由 但是我們要最記得就是 今天講到這個復英馬克思主義 其實已經很少國家了 但是如果你說的話 你必須要記著這件事 就是馬克思最慘的時候 他是獲得英國收留的 他在英國住的時候 那就是靠這個在曼茲斯特開廠 做廠佬的恩加斯去不斷接制 所以搞到他晚年就 我可以說說風光 但是起碼一件事完成到這個資本論 甚至有空炸一下股票 那如果不是有英國言論自由的空間 那今天你怎麼講到馬克思主義呢 因為馬克思跟著就被人抓了 跟著可能死在監獄 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每當他講這個共產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言論自由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再次讚揚一下這個英國 在這個維多利亞女王的治下 無論你今天罵他 他就是侵略了多少殖民地 當時發動了這個鴉片戰爭 但是他起碼做了這件事是有益於這個馬克思主義 結果搞到我們了 所以我們每一提的時候 就一定要提回這件事的了 但是我覺得這些辯論是多餘餘的 應該學那句卡斯納說的 歷史將宣布我無罪 那加斯納後來贏了革命就當然是無罪 那如果贏不了革命就有罪 那另外一個國際消息呢 就是這個烏克蘭軍隊的大規模反攻 那這個我講了幾天的 但是不得不贊自己 就是當時在一個月之前我已經講 就是幾個禮拜之前我已經講了 如果俄羅斯是戰敗或是兵敗如山道 那現在這個情況似乎都應驗了 就是剛剛這個烏克蘭的基庫那邊宣布了 在這個閃電戰裡面 閃電反攻裡面佔領了這個東北部 一些關鍵的後勤樞納 就和俄軍同日宣布在這個哈爾芳夫地區撤軍 那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烏克蘭軍隊在俄羅斯的軍隊手上 奪回了這個伊九武 我猜是伊陰這個地方 這個是可能在今年三月以來 俄羅斯一個最嚴重的一個挫敗 接著撤軍之後 烏克蘭佔領了這個東部其中一個的小鎮 就是富平洋斯克 但是香港的朋友都記不到的 很難譯的 因為我們很少人懂烏克蘭文 甚至是俄羅斯文 也都很靠那裡的地方譯 我剛才看到的所謂的消息就說 因為前線的軍隊 就是俄羅斯的軍隊已經是越來越少人了 我們在說上教、宗教那些是沒有了 剛才有個小小的報道就說 他上將就突然間自己升了做上教 不是 自己降級了 降級了 補回了 那個照片我也看到的 拍出來的 那個好像是少將來的了 自己立即降級了 免得暴露他的身份 因為如果這麼高級的 都被人俘虜了 就很沒面子了 那我給我解釋一點點 其實這件事本身在早期已經出現了 早期就是很多的前線的指揮官 被俄羅斯的前線指揮官 被烏克蘭追擊 打死的 那當時我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俄羅斯的軍隊的中高層 在全前線呢 照樣就不是了 那後來我已經解釋了 就是原來他是前線的指揮官 那個數目 就是經過訓練的 有經驗的指揮官原來很少 所以被迫就 現在就變成了將軍打前線了 但是一打前線 如果被擊斃 或者被俘虜 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士氣的問題 因為會暴露出來的 決策上失誤 就是你現在推孔明出來 做盾牌黨的 就是有什麼事 那個後悔 是呀 姜維那些全部被人俘虜了 那現在孔明就走上前線 不是 劉備也打過前線的 劉備關軍 三英戰旅報嘛 打過前線的 但是今次不同的 現在被人俘虜了 就是在一個政治上宣傳就很失敗的 所以就現在那個情況 我相信就是 非常險中 那個戰爭本身的結果應該定出來的了 所以我覺得聽眾如果比較有前瞻性 或者經濟條件比較好的 就應該想一想 就是假如這個戰士 就是它可能有幾個不同的情況 其一就是現在這個反攻 贏了 但是呢 就去到這個 湾南的東部 跟俄羅斯的邊境接讓 跟著停了下來 甚至連這個 克里米亞 都不拿回 這個是比較少 可能性比較少的一個結果 那跟著另外一個呢 就是 這個 贏了這場戰爭 那跟著呢 就拿回這個克里米亞 還有一個更加誇張的 是打到這個俄羅斯的裡面 順勢推翻了這個普京 但是以這個可能性就最低了 那以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就是 拿回了東部 和克里米亞 但問題呢 克里米亞可能都會觸發一次的核戰 盡管我仍然相信那個可能性不大 但是大家想一下 如果是從一個好的方向去想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照計全球的糧食危機應該舒緩 我不敢說 一定會是回復正常的 因為戰後的後遺症會不會慢慢暴露出來 舉個例子 比如說 俄羅斯有沒有在那些小麥的耕種的地方 下了一些毒 或者還佈置一些破壞在那裡 這個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我們主觀的願望上 希望沒事 至於能源方面呢 如果普京不下台的話呢 其實歐洲都會繼續受到俄羅斯的天然氣的禁運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就是那個原油的價格繼續上升 我想在英國方面其實他們感受到很大的 就是如果在英國方面的朋友 譬如說有些比較 條件好一點的就沒什麼出聲 但是那個經濟條件比較差一些 現在是僅僅命的 這個我起碼自己看到了 所以也不需要偉言 整個歐洲那個能源那個價格上升的問題 應該是相當之嚴重的 那剩下下來解決的方法 我已經提過好幾次了 就是普京必須要下台 甚至是要上這個國際的法庭 那希望有一天做到 或者希望更加快做到 而這個結果呢 我想是加大歡喜的了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結果本身會產生很多的變化 那譬如和他友好的國家 那接著就會想 說普京這個理論上最強大的武力 其中一個最強大的武力的獨裁政權 他都倒台了 那其他的獨裁的政府 會面對什麼的情況呢 那這個他們自己 就算西方沒有給壓力 他們自己都害怕的 他們自己都會想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 我想如果聽眾本身 他有比較好的經驗條件 可以想一想 就是如果這場戰爭是 比較速度 就是比較快的速度 是結束的話 那有些什麼sector 它是會值得投資呢 那你當然不要去到你才投資 那你現在可以少注意情 就是想一想在這些地方的 就是這些地方的 就是 的投資 是可以做一點點的 甚至這麼說 如果就是那個 戰事結束的話 那美國一定會升得很厲害的了 一定要再爆上去的 所以這個情況呢 我們大家都會密切留意的 但是那個俄羅斯戰敗那個 已經是成為了定局的了 那看看普京呢 怎麼找一個下台街回來呢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戰後重建的那個問題 那你看到就是 習近平基本上沒有換過衣服的 沒有換過衣服的意思 不是一直都穿著那件衣服 而是說那個服飾一直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顯示一個戰時狀態 那你也看到就是 習近平在一次的表現是相當之好 那我相信21世紀呢 其中一個歐洲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至於另外一個話題 當然就是這個英女王 那出殯的日期已經是定了的了 那但是加冕那個日子呢 我相信都不會是短期之內 都會等一陣子 舉個例子 比如這個英女王 現在32世呢 她那個爸爸 喬治六世呢 就是1952年的世世 那她當時就馬上接任了 那也都問她改不改 改不改名字 我說我不改 立刻回到爸爸的身邊 那但是呢 這個呢 就引起了蘇格蘭方面 就比較的美歡 聽聞就可能蘇格蘭 從未被一個伊莉莎白的 這個女王呢 是管治過的 那但是 就是簡直上 這些事情都成為了 一些三邊分身分而已 那伊莉莎白二世的那個出殯 當然是成為一個國際焦點 那現在就是國際的領袖都會混雜的了 那但是我就懷疑普京一定不會去的 就是這個我 我差不多想寫包 但一定不會去的 剛剛才想問 因為其實 其實剛剛日本那裡都宣佈了會去的了 那有人說 會不會跟安倍晉三那個角狀都會撞 那安倍晉三就遲少少 當然是27號的 嗯 是啊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因為為什麼白推得這麼遲呢 就因為應該是配合那個中日建交 如果我記得應該是50周年了 就說就是岸田文雄特意是拿警的 就是 就等到這個 這個 北京方面 沒有那麼容易 走去慶祝這個50周年 那事實上都沒有很慶祝的 現在這個狀態 但問題就是 一定要選這個日子 就提起這個中日建交50周年 那另外就 就是日王和英王那個 那個關係不是太差的 那你見到很久以前 查理斯王子都 都去見了余人的兒子 那余人的兒子都做到老了 那他都沒有做皇帝 那現在就做了孫族 他才做皇帝 那樣 那所以就 日王去那裡都不是一個大的疑問 那其他還有很多不同的皇帝 就是王族 例如歐洲有丹麥、比利時、荷蘭、瑞典 這些都全部有 還有這個皇帝或者皇后的 那另外一個疑問我就想問 泰國了 泰國可能 現在這個國王會不會去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疑問 那這個我不敢說的 那但是呢 就有一件事情 蔡小姐講講的 就是澳洲方面 因為現在都還在那個英聯邦裡面 那澳洲是怎樣去處理 現在這個 就是去 在西華爾二世世世世的架崩這個事情 那就剛剛剛剛 我就看新聞就宣佈了 那我們就 全國 又 因為 呂王就19號就正式葬禮了 那就以至世文寺 那我們的 它說morning period 就開了有一天就放假的 那如果你如果住在維州的話呢 那就變成了連續四天假期 那我們那四天是幾時放呢 是22號 9月22號放假的 那為什麼會23號都放假呢 那就剛剛撞正 就AFL 我們打Footy 那個final 那那天都是放假的 那就變成了 星期四五六天都放了 那就連續四天 好啊 那很多假期 但是我想問 就是原本是什麼假期 剛剛撞正它那個 的哀悼 的日子 其實不是撞正的 因為 很奇怪 2011年開始 就 只是墨爾本的 這個假期 其他州不關事的 就是 維省 Vectoria的 那就 因為每一年 就打Footy 就是永遠都是維州打的 因為我們有個 有個最大的球場 那就變成了 整個維州就根本 都沒有新上班的了 你們Footy 是不是那個澳洲 澳洲足球 澳洲足球 就是打個籃球那種 是啊 又不像籃球 又不像足球 這種這兩樣東西 是啊 我也都告訴你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Melbourne的 其中一個原因 我不知道 Melbourne做手腳教 那些手術醫生 是很厲害的 應該是全個澳洲最厲害的 因為你每一個星期五六天 當然有個獸 或者有些大人 一是斷手 一是斷腳 一是扭傷 一是撞傷 就因為打這個澳洲足球 是不是 很暴淚的 打到 整個彈下去 澳洲 我知道澳洲 本來就是暴淚的 不是 你美式足球 你會有個甲的 但是澳洲那隻Footy 就是你肉體碰撞的 是啊 等於 我猜可能 等於以前 最原始的那隻 那隻的籃球 那時候真的撞到 媽媽都不能用 現在就是什麼呢 我不熟悉的 我講錯了 大家不要見怪 是啊 好啦 那這個就是澳洲方面 澳洲方面呢 就 有沒有呼聲說要 就是不再找英女王 或者現在新一任的查理斯三世呢 做完事 因為已經有開始有 有些其他小 我記得一個安提瓜那個 就開始提的了 就是三年之內 那澳洲現在有沒有這種呼聲呢 如果你說三年之內 那些人有人在吹風說 直接會立案 說直接沒有了紙幣 不過 不過現在在說這件事情 就說 那些人都暫時不說了 你知道澳洲人其實 有什麼都在說什麼 但是因為 我要講的原因 其實澳洲人對於這個 士頭婆是很外大 因為 你如果你看她的外訪呢 其實澳洲和加拿大 是他們去得最多次的 是啊 沒錯 加拿大更加什麼 因為現任的總理 杜魯多 從小時候他老爸 帶他去見外 英里沙巴 是啊 甚至我們那個雪梨歌劇院 都是由王夫和呂王開的 就是開幕她是展賽的 變了很多人對於這個皇室的 就是印象是很深的 但是你無可否認的是 在說Andrew那件事 就一定都落臉了 昨晚都有人拍 就是Charles那些上任的時候 那些小動作 整一下 那些手仰來仰去 都有人不喜歡的 那你無可奈何的了 因為 大家太習慣這個女王在這裏 有很多人一出生 她的idea已經她是女王來的 那也都現在暫時不講了 就是如果再推送 就是有些官員 應不應該還在這裏 就是英國派在澳洲住那裏的官員 是不是應該請他們回到英國 這些澳洲 都未必知道的 其實應該有一個英國的 我忘記是總督還是什麽 就是象徵式擺在那裏 有的 我上次說就是那個總督 就是在那裏 他就是神神聲一收到消息 就由Aderley飛回來 肯培拉就立刻寫一份宣言 就說女王去世 有什麽儀式要做 所以我們肯培拉那裏 會有90 開了96法禮炮來向女王致敬 那些儀式 就是她有個官員在這裏 是啊 是啊 不過這就被人少人講 但是我去看看 就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以前很久以前 就是大個月展的時候 有個澳洲的民選的 應該是總理 韋羅 韋羅 她後來就是因為她 不知道跟美國不對 還是怎樣 被這個夾走夾夾夾 被人兜夾夾走 但是這個可能是不適合 那個澳洲憲法的程序 不過這件事呢 就是我留在將來神秘之下去講 這個也看到就是 所謂那個deep state的運作 好了 那這件事本身呢 剛才蔡小姐提到呢 查理斯他去接任的時候 起碼用我的名字都比較正 登機的時候呢 不是正式的 那就是加冕就要出鏈 但是昨晚已經有人 拍了他的那些小動作出來 很慘的 就是慘在什麼呢 你現在每一個行為 每一個動作呢 都以你那個媽媽作為一個 那把尺去量度你 做人這樣就很痛苦的 所以我想他自己也很了解這件事 如果你看《The Crown》那個電視劇 你知道看他很不開心的 娶的人不是自己喜歡的人 很奇怪的 不喜歡的人是大飛的 可能由第一天已經不喜歡的了 因為呢 有一個小細節呢 這個是真實的 大家不要誤會 就是那個電視劇 這個是在那個新聞片裡面 大家現在可以找到的 就是他們兩個新婚的時候 然後呢 就是表現都很親密 那些記者問大飛 你們相不相愛 大飛說我們當然是相愛 然後問查理斯 我視乎你愛是為什麼 那當然沒有什麼 怎麼去揣摩這句 但是你跟著聽下去的就是 其實他這段婚姻 他本身不是那麼深深情緣 甚至可以這麼說 他一早跟這個卡美拉 就不知道是青梅竹馬還是什麼 不太介意他的樣子 是這樣的 但是真正的他 feel comfortable 就是喜歡和他一起的就是卡美拉 所以這件事也很有趣的 就是Diana要去面試 昨天我們說了 就是你去面試 就不是去白金漢公那裡 就要選個weekend 去這個白金漢公那裡 就是現在 夜三月二世 就是他在那裡死那裡 是蘇格納來的 現在這一代的英國皇生 很喜歡去那個堡 我不知道以前 連維多利亞女皇都是很喜歡的 有一件事情 都可以神秘之下說的 維多利亞女皇的 丈夫 Prince Albert 在Belmore 那個山頂裡 維多利亞幫他建了一個 叫石碑 但是其實是一個金字塔形狀的 是啊這個 這個我們當時我也有察覺到的 這個 是一個金字塔 而且我在英國的時候 我看到都頗多金字塔的 就是不是說那些真的在那裡很大 而是說很多很多私人的莊園 他們都起了一些金字塔形狀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方千碑 我在西方 就是走一走在這個劍橋 一路坐車去Bath的時候 都看到的 那我問那個導遊 他說那些人錢多過頭的 那我不信的 那個金字塔本身 我們可以將來再詳細講講 那去這個Balmore的面試 很奇怪的 戴飛就非常之順暢 但是這件事是誰說給誰聽的 就是查理斯說給Carmen聽的 那換言之就是之前 其實他們兩個已經是很親密了 所以就無論那個婚姻 你說戴飛有出軌 或者查理斯怎樣也好 根本在皇室的婚姦裡面 我早就都說了 就是基本上是悲劇收場的 大部分 安尼公主也是 馬加列公主也是 那還有就是安德魯王子 那好幾個其實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那現在剩下來看下去 就似乎是這個威廉王子 和這個Kate Middleton 就稍微好一點 一路這麼久以來 都沒見過一些什麼特別的醜聞 那可能他真的適合做這個的維持 但是他弟弟Harry 和這個Megan 就不行了 那現在已經爆出來 就是查理斯說 喂 這個美國太太你不要回來 那都是重蹈當年的愛德華六世那裡 就是現在A388那裡 就娶了美國的離婚婦人 那跟著就要順位 那現在哈利呢 就有一段時間都沒做到那個儲君的 但是呢 就是似乎他王族就 就是英國的王室 就不歡迎他這位太太 其實台長 我補一補底先 因為昨晚又 應該是今早或者昨晚 就有拍到其實是 就是由William Kate 還有哈利 四個人一起的照片 四個人一起的照片 那我覺得 如果說查理斯 說他不想他出現 我猜這些是留言 雖然有這樣的留言出來 但是都是 我猜王媽都是 就是有個命令 四個人一定 要齊齊整整出來 好了 這個 蔡司是報得很好的 我也正常說 就是 可能他到那個喪禮的時候 他都在舖頭 但是你說 是不是查理斯 不老禮他呢 和這個又未必有矛盾 因為他媽媽趕下來了 不過他私底下 他做了皇帝 之後都不要回來 但是到底呢 到時候我們會見的了 不過我肯定一樣的 就算西國人一起 都是馬俠實來 那我覺得哈利王子都 就是 就是回去 跟著都回到加州的了 剩下來了 這個是 那個威廉 和他的太太 那現在升了 以前呢 就是這個 劍橋公爵 還有劍橋公爵夫人 劍橋女公爵 那現在呢 就升了 就是這個 威爾斯親王 劍橋公爵夫人 那凡親 聲稱做這個 劍橋公爵夫人 就是儲君 所以 就是他應該就是 查理斯三世的繼任人 那現在有靈媒 有靈媒做了 就是預測了 那這裏 我不敢去擔保 戴著頭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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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斯做幾個月而已 他做幾個月 他都要做啊 但是那個皇帝來的 都要尊重一下 不是啊 做幾個月皇帝都好啊 就是要 如果 如果給我做幾個月皇帝都好啊 全世界最老的皇帝 終於可以登位啊 但是他做幾個月 他都要做的 我告訴你 但是他那個態度就是 很 不是這麼開心 就是說他是被人聽到 overheard 就說呢 他是很害怕出現這個 moment a moment of dreadfulness 大概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幾害怕的 這個很矛盾的 為什麼呢 你媽媽做得這麼辛苦 頂到九十六歲 病到七彩都還要頂到最後這一局 是不是 那你沒理由不想做的 但是那個壓力在這裡 那個壓力真的在這裡 就是 很多人會拿回來做評價就是 就是 無論大小二事 比如說英國現在遇到的問題 這個女首相 他不相信的 他就搞一些非常之大的問題出來 舉個例子 比如說 他上海的時候已經有罷工了 現在就剛剛 英國三月二世他駕崩 所以這個罷工那邊 就沒有去繼續了 可能停了 但是過了這個時間又會再來過的嘛 如果這個不相信 那個烏克蘭那個戰爭打下去 就是這些物價都飆升 那英國又是回到一個 就是七十年代的時候那個日子 最記得那個時候 就是罷工 野貓式罷工 那現在可能是 這個女首相如果處理得好的 就阿查理斯安運運 但是如果一旦搞得不好 就很多東西會揭露出來的 我們都講過有幾個醜聞 比如說歐德魯王子的醜聞 查理斯自己 他都收了這個拉登的家族的錢 可能不是他自己收 就是他那個基金收 那這些一定到適當時間 就是那個蜜月期過了之後 就拿出來的 那你說如果他做幾個月 上世加關給威廉呢 那整件事就從頭玩過了 那我就會覺得這樣的 就是如果他這個查理斯三世 他做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拿回來 那個 伊利三百二世這把尺去量它 但是如果到威廉王子去做的時候 因為那個樣貌 他娶的太太全部都不同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拿回一個新的標準 甚至可以比較接近一些現在英國的年輕人 就是跟他們有共鳴 因為如果你看回他哀悼的那些人群 絕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 就是體現到一樣的就是 那個年代的人呢 是對伊利三百二世最有感受的 所以他那一代人都會拿回伊利三百二世這把尺 就是量度它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很難去做得更加好的 因為很多時候 比如這些身體的動作 表情 言談 你是發自內心 你才可以做下去的 比如說這個伊利三百二世跟她那個妹 瑪嘉莉公主 她們已經說 就是已經好像有一個上天的協定在那裡 就是一個就官奮守己 就是為國家貢獻 一個就是玩的 要反叛的 要串嘴的 所以就是 這兩個 兩姐妹就分擔了這個角色 但是你到了這個查理斯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角色的分擔 因為法治內心呢 其實你就會 很多不少在這些不同的小動作裡面 你會反映出來的 而皇室最嚴重的就是 最慘的就是 每一言每一行呢 其實都有人在監視著你 有人在看著你 公開的當然當然知道了 不公開的 就事後有些事從啊 其他人爆出來 慢慢就會爆出來 但是你看到 這三百二世就沒有什麼被你爆 最多說她殮財 比如之前這個溫沙堡那裡 火灶這樣 接著呢 她那個收補那裡 就用了這個公帑 哇 那就言論歪然 哇 你這麼有錢用公帑 於是他就交稅了 這個歷史上好像她自己第一次交稅 那我又說真的 她那座是古蹟來的 不是用公帑 不是用公帑收補是用什麼呢 這樣啦 都開放的 都可以去看的 不過就有些地方你不能進去 那你也知道 凡真這些事情 就一定有人說的 凡是大家注目的 其實我看到都有幾樣東西 她都被人說到 其實她自己都不開心的 譬如她養那隻哥基狗仔 他由2018年之後 她已經說 那隻拜拜了之後 就沒有再反殖了 變成一個 一直陪著她的小動物都沒有了 那 只是養馬了 她喜歡馬的 她真是很喜歡這馬的 她很特別的 因為 瑪嘉莉公主 都喜歡了一個 就是養馬的師傅 我不記得名字是什麼 但是呢 在英國這些其實都有一些 很有社會地位的人 她那個叫字 就應該她七歲的時候 應該是養的 所以她一直都有養的 但是呢 這件這麼小的事 都要成為一個焦點 你說多煩呢 那當然煩 大飛死的時候 大飛死的時候 他給一些報紙兇他 You people are suffering 就是問他想怎樣 喂 現在大飛死了 都哭到七彩 你無動於衷 於是乎 後來就靠Tony Blair 去拆掉他 就按了個名字 就叫做 人民的妃嬪 the people's princess 不是人民的公主 我們叫妃 但是應該正是說 人民的公主 後來她就知道 覺得自己都要出來表態 但是問題是 心甘不情一願呢 就是說她對大飛的態度 真正的態度是怎樣呢 一路都不是認真表達出來的 但是大家看看 The Crown那裡就知道了 其實她很認真 她就相當之不滿 大飛的部分的言行 另外一套戲大家都可以看看 就是這個 Helen Merrin做的那套 The Queen 這就是《花園新聞》 但是如果從政治的角度來講 查理斯應該是多話說過她媽媽的 她媽媽很善於用一件事 就是在後面去做功夫 就不會露出表面的 但是查理斯就很多話說的 環保的問題她有說的 建築風格的問題她有說的 爛民的問題她有說的 所以我懷疑 當她坐穩了之後 坐定了之後 她都是忍不住的了 都是說的 那這個問題呢 我相信會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矛盾 所以未來這幾年 英國的皇室應該是 那個壓力是更加大的 就很依靠阿威廉她上海之後 能不能夠開一個新的一頁 就是把以前那段歷史 就是撇開它了 不要是吧 那今天我覺得 有一些的評論是很值得去看 去講講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1932世呢 譬如CNN或者Fox 很需要用這個人 很善於用這個soft power 那什麼是soft power呢 很簡單的 我們都感受到的了 喂 見到就是 你有當權者 你見到下面那些平民 有些東西你看不上眼 你不喜歡 那很簡單的 我立法不准你做 這件事不准說 這件事不准做 這件衣服不准穿 那這就是硬斑斑的權力 很讓你看到的 很見到的 那但是soft power就是 前面默化 它不是一定要今天要你 就是去做一件事 但是 是持久地用一些軟性的方法 軟性的方法是你看不到 感覺不到 感受不到 但是會後面發功 那它使用這個 就是所謂soft power的人 它首先要本身那個性格 很有耐性 它不會說 那一次做不行我就不做 也都是很細心 就是說要選擇時機去做這件事 要對什麼人去做 那這個就是個分別 如果你是一個人 譬如說你是虛軍立憲 你真的再用一些硬斑斑的方法 這樣不行那樣不行的時候 那就很容易反抬了 就算你是擁有實權 其實如果你每次都用一個 就是這些這樣的hard power 這些硬的權力去做 你都會撞板的 所以我覺得就 就是有很多領袖 都不是說說是 好像虛軍立憲一樣 你用它實權 譬如舉例普京 你用它實權 是吧 那它都是透過一個選舉的過程 去掌握這個權力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譬如用烏克蘭的戰事 你用這樣的方法去處理這件事 那這個反彈力一定很大 大到可能你自己都處理不了 但是如果你用一些軟的實力 譬如說你和烏克蘭的關係好一點 就是 這個棍與羅伯 因爲病死 那就可以那個關係處理得好一點 甚至你可以這樣說 你吃了東部 吃了這個 就是克里米亞之後 吃了東部 可能 真的被你過骨 是吧 而歐洲以這個北約那種的 適時態度 但是你就不是嘛 你要顯示 你要彰顯你那種絕對的權力 所以這個呢 就 爲什麽我會拿出來說呢 就是不是說 這是三百 可以去說 而是大家擁有權力的人 要引以為鑑 就是你下下 撐到行撐 下下你都用到自己的權力 所以這個是老子的說法 就是你最有力量的就是水 因為夠柔軟 如果你說 喂 每次都以石頭那麽硬的時候 那到一旦石頭 就是被人撞崩了的時候 就散了 水就不會散了 那這個就是有權的人 要引以為鑑 好了 那剩下一點時間呢 我就講講這個911的21周年 那大家 就是剛才我們都提到的 就是這個911的紀念 就應該是今晚 就是我們香港的時間 深夜的時候應該開始的了 那美國那邊 那現在美國那邊呢 有少許消息 但是就變得多 那討論那個 就是題目呢 都不是太大 那但是呢 就是我這幾年呢 我也有存一存一些書 那我在手上呢 就是一本英國寫的書 就是《九一的陰謀論》 那大家聽到這些時候呢 就會覺得這些神秘之夜的題目 就或者是相信陰謀論的人 才走來來的 但是我就有少許不同的看法的 因為就花了時間去看的時候 我覺得呢 所謂的陰謀論其實就 不是陰謀論來的 是有相當之多的實質的支持 那這些我就不需要在今天講 因為這個可能都很適當的時間 我在神秘之夜再去講 因為當年我們都找了一位 結構工程師上去分析那個 就是幾座大堵倒塌的情況 那大家現在有片子看 有很多東西呢 就可以用自己的知識去走去 還有就 就是讀過工程的人 其實都應該用一個比較理性 就是一個規判性的角度呢 去看看官方的解釋 因為事實上裡面是太多漏洞 但是可以在這裡提一提 就是在這個911事件之後 有一些民間的組織 他們其實就不斷去尋求答案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就是 叫Jesse Girls 或者叫Jesse Widows 那就是四個的女性 就在911那天 全部他們的丈夫都是喪生的 那紐約是在附近 那他們去看那個報道的時候 就發現裡面有很多漏洞 那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們去做一些民間的 就是所謂Lobbing的時候 也產生了一個效果 舉個例子 比如說 當時這個911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找了這個基辛格 去做這個調查委員會的主席 那這個有些類比的 就是當年這個金賴迪與食案的時候 都找了一些重要人物去做那個調查 擔任那個委員會的主席 但後來就發覺這些人的態度本身 其實就已經事先有定論了 當然在那個國會的第一個調查就是 一定是指只有一個兇手 只有一個槍手 如果槍手是這個Oswald 但是所以去到911的時候 當然一看到這個基辛格的時候 就大家有所懷疑了 那在美國的普通人來說 其實對那個政治裡面的利益掛鉤 就不太清楚 但是起碼這四個寡婦 就是喪夫的女士 他們都知道這個基辛格 有很多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 所以他們一去就去這個話說 當基辛格辭職前一天 他們就在晚黑頓那裡見了基辛格 這幾位的女士 其中一位就做了一些很詳細的研究 就看了基辛格做顧問的所有的客戶 就是這些公司 這位的女士呢 她叫Christian Byteweiser 就問了 基辛格經先生 你有沒有一些沙里阿拉伯的客戶呢 那她就說呢 她就當年現場 基辛格就暗暗沉沉沉 說了一些話 跟著就問了 有人倒杯咖啡給她 跟著 這個就 父父相逼了 這位 Christine Byteweiser 她說你現在 會不會有一個客戶的名字 叫做拉登 那她就馬上 簡直就是 看都清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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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根據她的說法 就是跟著那幫人 不知道是不是真相 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是 他們會知道就是 誰去做那個調查委員會的主席 就決定了這個調查的報告是怎樣的 所以她跟著就 就是用到這個 就是民家的力量 是令到這個基辛格不能夠 就是再做這個調查委員會的主席 跟著後來那些都被她們批評的 他們覺得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把那個真相公佈 所以什麼是真相公佈呢 就是 這裡也都牽涉另外一個的組織 就是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for 911 Truth 就是尋找這個911真相的建築師和工程師 那我也都看過她裡面那些的分析和評論的 我不敢說 我100%去同意 因為事實上很多超乎了 就是我自己那個專業的範圍 但是她們那個表達的方式 就是說那個論據就不是一些純粹的陰謀論那種 是一些很細緻的 舉個例子譬如說 就是911她那天那些大廈倒下來了那些的材料 或者那些碎片 可不可以做到分析呢 那個爆炸應該留下了什麼的資訊在裡面呢 譬如氣體啦 鼻粒啦 所有的東西 就是這些全部是要抽屍剝擠走去的分析 那這幫的就可以是 就是有提供這方面的專業的質疑 那他們在這個二十一周年 他們有推出一些片的 那大家就可以走去看看 那我當然要提醒 你去看這些是很需要一些耐性的 要有專業的知識 如果沒有的話自己就是赤了 所以一定是你有空沒有東西做 不用上班你才可以做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為什麼呢 你也可以用來做安眠的 因為那些比較複雜一點的問題 你是不是睡前才看 然後可能不用吃安眠藥這樣睡 因為比較複雜一點的 事實上也很複雜 因為這件事情 我自己也有一段時間很沉迷 因為是很慘的 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繼續想知道這件事情 和這件事情相關的一些知識 那變成是無窮無盡的 所以如果你看這件事情 看這個911的事件 如果你真的去看這些 那第一件事你要對建築學有理解 第二件事你要對那個力學 對爆炸 對這些人裏面的背景的調查 差不多是一種跨科制的一種研究 就是你不會 我只是熟一件事 我可以完全理解在裡面 是你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都要綜合起來 你才可以 所以這件事本身困難的程度 是超乎想像的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不是說你所有事情都持一個懷疑論的態度 就是陰謀論的態度 而是你重要的事情 大部分的事情 你不要照單純收 包括疫苗的問題 包括氣候改變的問題 包括時事的問題 九一的情況 這個情況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不要把那個官方的版本 照單純收 不要說CNN告訴你這樣 FOX告訴你就是這樣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資料 人家是過濾了才給你的 其實你又想說 你講到陰謀論那裡 其實我沒有記錯 我以前看一本雜誌 也是講到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說美國的人在JFK刺殺案之後 開始相信陰謀論 而推到第二個高峰的就是911 你漏了一件事 那個陰謀事件 其實真真正認 令美國人覺得那個陰謀論是成立的 就是陰謀事件 因為在這個金瓦迪遇事件之後 其實如果不是有越戰 那個問題就沒有去惡化了這樣 但是去到越戰 其實大家就覺得那個政府很 隱瞞了很多事情 其中包括什麼呢 原來表面上說只是跟越南打 原來不是後面的 原來在炸柬埔寨的 炸那個情況是相當之恐怖的 大家就不要誤會了 我不是說這件事是對錯的問題 在當時的情境 那個要決定要做這件事 本身呢 有它歷史的因素在那裡 但是肯定一樣的就是 那個做的形式是出現了很多問題的 所以導致那個結果 並不如那個美國方面 原本想構思這樣 但是 反戰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 那個政府還隱瞞這麼多事情 又送我們 年輕人去上戰場死了 那這個政府 其實是不是真的 去為那個人民的利益服務呢 那開始有這個質疑 但是去到水門事件的時候 就揭露 就是將所有這些因素 就是來一次總爆發 就是發現原來 那個政府最高層的那個總統 是會說謊的 那今時今日對於這個總統 說謊這件事 就大家很犬如 他不說謊 但是當時的美國人 在戰後的美國人 其實很神情的 政府叫你做什麼 做什麼的 比如說叫你去越南打 你就去越南打 所以那些人不會問的 不會問這件事 對不對 這件事值不值得 這件事 最恐怖的有一件事 你在越南打完 有些不是中了橙劑回來的 然後有些是 很嚴重的問題 後來回來和老婆歡好 發覺全部是燒傷了 這個連911 在波斯灣戰爭之後都有的 這個情況 不過這些事情 主流媒體不會大報 不會大幅報道 所以他那個真真正正的 對美國政府的懷疑 真真正正的懷疑 就在水門事件之後就有了 會去到一個情況就是 喂 美國政府去再說一些事情 很多人都不信的 但是不信歸不信 權力仍然擁有在他的身上 這個問題去到現在更加嚴重 舉個例子 比如說 對於2020年的選舉 有沒有舞弊 有沒有一些票是 可以做出來的 這個問題其實還沒解決的 在那個民主黨那裡 他們就覺得大家再去想這些做什麼 這些是陰謀論 但是對於共和黨本身 喂 現在這些不是陰謀論 這些是真正的發生 所以就調轉了那個角色 那剛才911那個情況也是一樣的 比如說這班的Jersi Girls 或者這班Jersi Widows 他們都被政治指責 就是他們是這個民主黨的打手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公平的 不公平在於什麼呢 就是 喂 你在飲的時候 你是布殊 的而且 小布殊 你的而且跟拉登家族有關係 那這個就不是整個共和黨的問題 這個是布殊家族自己本身的問題 那特朗普上去就沒有這些事情 跟拉登有些千千話頭的關係 所以就被人說 他跟俄羅斯有關係 就是了 又是很犬儒的 就是你不適合聽那一方 他就永遠堵住耳朵不聽的 那就變成了一個canceling culture 變成了很多其實有用的資料 但是你們就當陰謀論 是假的假資料來的 其實是真的 你們融融一下就變成了沒有了這件事情 是啊 那這個是美國的制度的好處來的 就是為什麼有好處呢 就是你有空間質疑政府 當你沒有空間質疑政府的時候 就是所有東西 政府給你照安全收的時候 那個政府做錯事 就是全民都會承受到那個最大的災難 美國都有很多錯誤的決策 但是每一次他們都有那個條件去反省 這個反省未必在官方方面 也都可能有很多人很頑固一定不相信這些 但是起碼他們有這個空間 那如果你完全這個空間是抹殺了的話 那今天俄羅斯 或者俄羅斯未來這幾個月的命運 其實就體現到這件事情了 你沒有人質疑這個普京打一場仗 是對還是不對 或者打不打得贏 好像之前前兩天 就有幾個俄羅斯的官員要求 是談到普京的嘛 那就馬上抓了 那也都有俄羅斯的富商 在那個醫院裡面 跳樓自殺 那這些現在我們看就是被自殺了 那這些是很典型的那種的 封閉政府裡面那個決策不透明 封閉獨裁而衍生出來的嘛 那打贏大家都開心了 啊獨裁好厲害啊 要不然大家壓力下去 但是到有一天 你做了一個非常非常不可挽回錯的決策的時候 就不只是你受通 你不是你承受那個代價的喔 是你整個國家的人民要跟你承受喔 那在其他國家其實這些事情就屢見不善的 那我們希望呢 主觀願望啊 希望到了這個21世紀了 2022年的年尾呢 不要連我們都要出現這樣的情況啦 好了 我們今天就 文章因為仍然病啊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和蔡小姐就做到這裡 那希望大家今晚就是追悅 那大家今晚呢 仍然走出去欣賞一下這個月圓的月圓之夜 大家繼續傳聯 我們明天再見好不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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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啊 阿朗哥和鄧衛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長的牛扒呢 台長西亞牛扒 那我要介紹一下這個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第一件事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扒 雞扒牛扒 然後呢 然後呢 這邊有腐蝦 還有 這道菜呢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甜品質的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麵脂肪 那這道菜呢 真是水用非常非常滑的美味 那大家看看 接下來呢 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長西亞牛扒 多謝大家 支持韓國 和支持梁錦陳鋒的心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